恒大地产爆雷甚至引发台湾中央银行发文关注 只指示中国本雷曼兄弟 财经专家谢金河感叹 中国房地产撑出来的债务最后一定土崩瓦解 其他露气 碧桂园 富里 万科 融创 同样都是陷入危机 压力也会烧到中国金融业内需产业 尤其中共当局挥起共同富裕大刀 另外一届感到匪夷所思 知名作家范仇表示 北京当局的政策反映中国正面临罕见巨大变化 这种感觉其实是来自三个东西了 一个叫做出口 它东西卖得又多吓死人 对不对 出口 第二个叫做什么 房地产 涨得这么厉害 第三个是什么 互联网平台 但这三个就在最近的几个月里面 就在最近的几个月里面 被中国的执政当局亲手杀掉了 范仇表示 中国房地产总市值是中国GDP6.5倍 恒大事件可能是中国经济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很多的工厂宁愿移到东南亚 还有孟加拉 那所以再加上中国呢 现在缺乏了那些愿意扩张 愿意借钱的人 那么我认为中国经济就会在未来面对非常巨大的挑战 知名经济学家孤朝明认为 中国过去成长动力来自民间企业西方国家 现在企业不敢投资 将很难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当局政策不改变 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风险 新唐人雅的电视 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